枪枪三人行 刚才咱们一直在议论小田 不过此小田不是笔小田 你知道吗 笑什么呢 没什么 最近就关于这个另一个姓田的一个女性 都成了大家聊的话题了 对吧 当然咱们还得着落在徐老师最感兴趣的 还是这个小田 所以我觉得徐老师今天有一个上家的表现 小田往这一坐 徐老师口吐一个字 拖 小田就把外套拖了 你很知道 这是讲英国的事情 拖还是不拖 This is a question 但是徐老师还有一个拖 也符合你的爱好 我给你看一张图片 你看 这样快翻译一下这英文小田 对就是英格兰只有他们啊 可以一个星期两次退欧 拖欧是吧 拖了两次 拖了两次 英格兰这 打击挺大 真是不同情 打得真不好 好多球队输啊 我还同情 像西班牙啦 像什么爱尔兰啦 匈牙利啦 至少有个表现 我觉得他们这次有一点这个重视之敌的感觉 我觉得对他们心理上啊 其实也是一种打击的 怎么讲 就是现在整个欧洲 对那个英格兰 肯定是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啊 足球来讲 他一贯表现 他就是国内联赛很火热 出去呢 就老输 所以他们说是欧洲的中国队嘛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对 当然了 这个咱们仨都是有这个英伦情节的 想当年咱们三个在伦敦也是同吃同住 我还跟徐老师去看过比赛是吧 对 我也跟徐老师看过比赛 我还跟你看过比赛 没有 没有 就是都有这个英伦情节 但是呢 小条格外不一样 人家是剑桥 是吧 没有没有 剑桥出来了 而且最近我也帮他宣传一下 因为小条在剑桥捐了个园子 不是叫捐了一个园子 哎呦 我这个 就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 对 对 就景点 你知道吗 以后去剑桥就找这个傅小条花园 我一路好奇 看他那个新闻 一路好奇 捐多少才能留个名呢 其实这真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真的不是数字的问题 真的不是数字问题 其实都是数字的问题 现在剑桥有三个中国人的名字留在那里 谁 徐自摩 金庸 还有傅小条 厉害啊 徐老师好黑啊 好可怕 我一坐下 我一坐下 徐老师就 把外套脱了 我都那么听话了 你还黑我 但是我说的是写实 一拖成名 这个是要讲数字的 小条 你知道剑桥 我掌握一个数字 剑桥就是同意留欧的 就是不想脱欧的 高达70% 这就 70是牛津 剑桥是73 这反映了这次英国一个规律 就是说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 一般都主张留欧 那么而且呢 但人家说了 这跟我还有点关系 就说这个豆鹅为什么起冤呢 六月飞雪啊 就这个公投第二天 剑桥你看高达73%吧 剑桥下冰雹了 后来剑桥的人就说 哎 下冰雹了 后来说伯明汉的人说 我没下 就是剑桥 说剑桥的冤最深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见剑桥的校友们 发剑桥 这是公投第二天 剑桥这个出了冰雹了 六月雪 真的 因为我正好就是在公投的 头一天晚上 我在上海 然后呢 正好有剑桥那边的一个教授 也在上海 然后我们还见面了 还聊 哎 当时他就忧心忡忡的 他说要真的是脱了 他说我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然后当时就给我们这个描绘 就是如果脱了之后 对英国的影响 对欧洲的影响 他听着你说的是吧 如果脱了之后 你这是说 对不起 就是说 当时但是他说的时候啊 我们还没有怎么太当回事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总觉得那不太可能 我总觉得怎么就会脱了呢 但当时他就开始隶属什么 失业率 英镑的汇率 移民人数 对 然后他们的那个劳动力 因为现在实际上也是这个老龄化呀 以后没有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呢 然后又讲这个贸易 讲这个服务业 这个这个交流啊 流动性 我当时还说 我说 如果说真的是大家互相需要的话 总能到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方案 对吧 在经济上面 至少是可以最小程度的受影响 他说你以为啊 那欧盟他们也不傻 要英国这样开了一个先河的话 肯定会惩罚我们的 他就这样说的 我想想真的是也有道理 现在就是 我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气氛 他们不有人说是卡梅伦本来玩了个船 是吧 结果玩陷了吗 想当叶利辛成了哥尔巴乔夫 现在咱们 我那天一看见 我就是有一个历史时刻 你可以看一下 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所有东西 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的成功 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可惜這篇文章被他們刪掉了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刪掉 真是沒有敏感性 那個時候的國內的輿論都是說不會拖的 但是我在裡面 而且我是用這樣的方法說的 我設身處地 我是一個英國人 假如我當然不是 我是一個英國人 我要投票的話 我也會贊成頭 而且是一個英國的老人 對 也不一定是老人 就是一個普通的英國人 為什麼 用最簡單的話來說 怎麼來說 平等成可貴 博愛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兩者皆可拋 你說這英國人還有點理想主義了 這個是堅守自由的最高定義 你怎麼來說 很多人都把它推到一些表面的原因 比方說東歐移民啊 經濟不好啊 我在那裡跟很多底層的人 就是普通的司機啊 跟他們聊天 跟一些英國人聊天 我發現他們的一個基本感受 就好像 我跟你打一個比方 你能夠理解 就好像你碰到台灣 香港的一些知識分子 他們講中國的事情 你明白我說的意思沒有 他們這些知識分子 從保調以來 他們都有一個基本的理想 要在中國實現民主 然後覺得他們所相信的東西 高於中國的一般的東西 他們來影響你們 換句話說我要解放全人類 解放我的文化世界 最後解放我自己 但是經過了一定時期的努力以後 他們發現沒有用 而且就算你很富裕了 你很發達了 你還是不是朝著他的方向走 所以英國人 我接觸很多英國人 他就說 Enough is enough 你東歐盟 你再怎麼擴展 你去擴吧 你要收土耳其 你要收烏克蘭 你要怎麼樣實現你的東西 你就擴吧 我們不跟你站在一起了 第一啊 你說這個 這個做個比喻啊 跟這個什麼 臺灣的香港的知識分子聊 和跟英國人聊 這不一樣 因爲什麽呢 因為這一次支持脫歐的 反倒啊 不是以知識分子為主流 對 實際情況我都知道 在實際上都是精英的 那邊都是弱勢的 第二 我覺得他們 那些支持脫歐的人 他們其實不是出於一種情懷 不是出於一種所謂的自由 一種價值觀的追求 不是的 因爲什麽呢 整個歐洲 它的價值觀是相通的 它如果沒有這樣相通的價值觀 首先這個歐盟 就不可能成立 所以說這方面的考慮 其實是次要的 我不能說是完全沒有 但是呢 真正的我覺得 爲什麽他們要選擇脫歐 兩個 第一個 就是經濟方面的考慮 就覺得我們給那個歐盟 每年交那麼多的錢 然後他們給我們 那麼多的這個移民 然後沒有幫助我們什麽 總覺得這個英國脫離了歐洲 一樣可以發展得很好 甚至更好 第二呢 就完全是茫然的 不知所措的 就去投著玩 那既然要我投 你知道在英國之前 很多人是抗議的 說爲什麽 這麼重要的決策 讓我們來做決定 我們整天交那麼多的納稅 納稅的錢 養你們這幫公務員 養你們這幫政治家 不就是在這種關鍵的時刻 需要你們的嗎 爲什麽把這樣的單子 推還給我們了 他們是不想投票的 但是後來又投了 那不知道怎麽投 一投投成拖了 一拖了之後 一看成這個結局了 所以就開始反悔 三百多萬人 現在開始請願要重新投 他們就是說那個谷歌嘛 Google不是做了個調查嗎 就是在公投完了之後 發現英國人最多諮詢的問題 第一個是什麽是歐盟 然後說拖了會怎麽樣 就很多人覺得後悔 但是不講後悔不後悔 我覺得這個也就是所謂的 這種直投 就是公投的民主的一個 讓我覺得也是個 有點荒誕的一個事情 就是49%又怎麽樣 51%就怎麽樣 那麼你看這種民 直接民主就意味著 難道說我49%的 就從了你們51%的嗎 所以說民主這個是多數人的暴政 真的是沒錯 有知識分子是這麽說 這個這個就是我在那篇文章 為什麽他們把它刪掉 可能就我就解答了 我就試圖解答 就是中國人在中國人的角度來 對公投這個制度 本身會抱著什麽樣的 所以你要看這個叫 人民的權利和人權 本來就是一對相悖的概念 公投的基本點 是每一張選票是一樣的 中國人是在這一點上就不接受的 你明白吧 這個是康德當年 總結法國大革命以後說 人跟人的智利財富條件天差地別 但是這個差別再大 也不能大到一個人決定 另一個人的命運 康德的這句話成為所有 現代國家民主制度的基礎 所以叫一人一票制 我還記得我那個時候 跟上海的一個哲學家王元化 宣傳部長 我在他的房間裡跟他聊天 聊到這個黑格爾康德這個理論的時候 正好有個人進來就是打掃衛生 我就說好現在我們要在上海 或者國家一件重大的事情要投票了 您王元化先生的一票 這位打掃的人也是一票 他說對 就是說以制度來 雖然從智利上來講 中國人到現在還不接受的 中國人也是以文化高低的內生外亡的 中國人都相信 就像你剛才說 我們偉大的決定要交給偉大的人來做 不叫偉大的人 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做決定的權利是不一樣的 民主只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政治方面事情的一方面 那麼我們到了現代社會 有一個什麼理念 或者有一個我們已經通過努力 通過社會的文明發展 已經企業的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分工 專業分工 任何事情需要專業分工 政策決定也是這位 所以就是代還有就是民主更多的時候 表現為一種代議制的民主 就是說 你見見事兒讓老百姓一人一票 這玩不靠譜 但是老百姓選出他們的代表 比如議員 你們幫我們在議會裡做決定 這是一個比較常態的 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都有公投制度 用的最多的是瑞士 隨便什麼小事都會公投 瑞士一個國家的公投 超過全世界其他公投 瑞士的公投就表現出 有的時候在某些地區 人民做出的決定 是可以有理性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咱們先去一下廣告 槍槍三人行 廣告之後見 小田發表 剛才說到哪兒了 你不能心思老在你的花園裡 沒有沒有 我在說卡梅倫那段講話 漂亮是吧 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為了一身的罵名 說就是他把英國給毀了 丢了蘇格蘭 說他將成為一個丢了蘇格蘭 丢了北埃爾蘭 丢了歐洲的一個英國的首相 說是千百年來最差的一個首相 現在這樣說 但是你看他講話 太有風度 太有氣勢了 是不是這話說的多漂亮啊 雖然我們 我這個陣營的是輸了 但是我要祝賀我們的對手陣營 而且我將永遠的為我的國家服務 英國的這個理性態度就是說 雖然這件事情是我不開心的 但是它有個更高的原則 是高於這個事情的 比方說 雖然脫歐是不符合英國利益的 那這個英國利益至上 他以為的英國利益 但是我們這個遊戲規則 那是更高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我們服從 服從這個東西 最近的這個也是這個叫 在國會裡的辯論時間啊 這個態度非常 就是狀態非常的好 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那種尿巴基的那種啊 就是一個loser的形象 沒有 而且他甚至說什麼 他說是 這段時間對我來說不好過 直到我看見你 他就指著他的這個對手黨啊 就是直到我看見你 被推翻的那一刻 他是伊頓工學吧 是 伊頓工學出來的 當然一棵樹上結出來的果子 也不見得一樣 你知道還有一個 他們講 現在講就說這件事情 人們聊得開了啊 就說這個反映這個世界上 現在啊 就是這個民粹主義的 這個大行其道 甚至有人講到了特朗普 就是說 也對有關係 而甚至有人講到 中產階級在萎縮 這個世界上啊 最貧富差距特別大的時候 就容易出現這種公投的這個結果 因為就是說什麼呢 所謂相對的理性判斷啊 就是像那個那個橄欖型 就是中間中產階級 比較大的時候是理性判斷 但是比如說啊 就是屌絲太多了的時候啊 他就有一種什麼 我投什麼 都是為你們中上階層服務的 跟我關係不大 而且你們喜歡什麼 我偏不投什麼 還有這種 我生活中很多不滿 所以你看像特朗普 為什麼那麼受歡迎啊 他雖然是一彎富翁 可他說的都是這種屌絲的話 把移民都趕出去 對吧 然後呢 你看還有一個 就是倫敦的這個市長 其實為什麼我說一個樹上結倫果子 他也是一頓工學的 他同學 他也是一頓工學的 但是呢 他顯得這範兒 就你看我就注意到他們倆這個髮型 這個特朗普你想 這就是未來世界的領導者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哈哈哈哈 韜哥把頭髮染一染 是不是也差不多 沒有 沒錯 你知道 就說這個事兒 我覺得 他們兩個人 你看看髮型這個是個開玩笑 但實際上真是有關係 剛才小田你講的 就是這個投票實際的情況 是弱勢群體投啊 有時候有點猛叉叉 這些我都明白 而且他們對他們最直接決定 他們是現在東歐移民太多 東歐移民太多 而且他們對於這個歐盟東擴不確定 所以他們有點害怕 但是 往生理想啊 他弄不好 我是不同意的啊 我是認為 獨善其聲是做不到的 還得兼濟天下 但是我覺得他們是 按我們中國的說法 我不願兼濟天下 雖然過去兩百年 這個世界就是在英國人的秩序下建立的 可是他們現在想 想說回來 跟那個特朗普在美國講的道理是通的 實際你看 他就是說 我本來是 我認為我比你們聰明 我比你們生活的好 只要你們照我的方式 你們也可以生活的好 現在他的邏切是 我不管你們了 我只管我自己生活的好 我要來管你們是管不了的 我覺得啊 就是至少現在這一次 選擇脫歐的這幫人 也不是一開始就想去管他們的那幫人 你要這樣想啊 那就是不想管 本來一開始他們也沒想管 想管的那些人 現在依然想管 對 依然想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半 但是想脫歐的人就是說 這些人千萬我們不能夠管不了的 但是我覺得 徐老師剛剛也在講啊 這個過去幾百年啊 英國他這個外交政策 這是 最近比如說很 很那個流行的 這個 Yes Prime Minister 那一段話 30年前的電影 你放在現在來看那個台詞 一模一樣 確實是這個樣子 對吧 那我們再說 這個問題最大的 這個中東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個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啊 其實還是這個英國 你要看那段歷史 那個麥克馬虹 麥克馬虹 麥克馬虹 麥克馬虹姓是他 那個問題也是他 然後這個尾巴問題 其實也是他 他那個時候在埃及也做了大使 然後他給誰誰誰誰寫信 去promise有一個承諾 但英國外交部 又給這個以色列 猶太人那邊也是寫信 也是做了承諾 所以最後就叫一個很有名的 double promise 就是英國人搞的呀 所以我真是想不通 我在英國開車 那那個地方的電線乾都找不到 都是羊都草地 可是他們就把工業革命 這套這套遊戲規則 搞得全世界 甚至連交通信號 全世界今天這個交通秩序 都跟英國人有關係 所以今天你看他一個國家裡邊 內政的一個問題 引到我們人民幣最近跌了很多 人民幣也跌慘了 就是其實啊 這個從某個角度看 旧秩序新秩序 我最近跟著基辛格學習一下 我就是發現這玩意兒啊 你看你們倆 剛才也在講什麼 他的這個自由的價值 理想的價值 實際上最近我也學了個知識分子 他們在聊哈貝瑪斯 哈貝瑪斯 對就是說整個 你知道歐洲大陸啊 歐盟的這個理想 和英美的理想 還不是一個思想根源 嗯 其實你講他這個自由 其實啊通常有一種認為 就是說 英美啊是偏實用主義的人 他是實用主義 就是 該怎樣就怎樣 對吧 但是呢 哈貝瑪斯他們提出 為什麼我覺得他提出的很重要啊 你比如說在民主選舉 在公投和這個精英政治 哎 通常咱們說世界上那麼多腦殘 能讓他們一人一票 決定咱們的未來嗎 對吧 好像有這麼一種看法 但是實際上你要注意 哈貝瑪斯等歐洲的很多知識分子啊 他們都講到一點 他們說啊 在這個民主和這個所謂精英政治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叫做公共討論的理性空間 因此你看咱們搞定是公眾空間 公眾空間 這個空間呢 我覺得在中國很值得借鏡啊 嗯 比方說呃 在歐洲的像法國 很多電視台節目啊 在你要在中國就沒人看了 都是討論公共政治的 比如像咱們這種節目 就典型的歐洲節目 你知道嗎 就是就是像大家呀 對 不管什麼人 不管什麼人 大家就像你說瑞士 為什麼能有公投 他有這樣的公民基礎 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關心政治 成為一個公民 據說有三個條件 第一 第一要有資產 第二要有理性判斷 第三要有政治熱情 就是覺得這事跟我有關係 嗯 我要參與 然後這哈佩瑪斯他們的理論 就是說什麼呢 實際上在這個投票之外啊 在這個公共的討論空間 這個理性空間呢 各個階層的人充分發表意見 他們討論的這種傳統 我聽聽你的 聽聽我的 我們在辯論 在這個空間裡 我們求得一個最大限度的共識 他認為是這個東西 可以決定我們的大政方針 而且說到底還有一個條件 什麼 啊 就是所有的 比如說他們的智力條件 這個環境的條件 還有一人一票制的法理的基礎 對 所以說這個歐洲啊 咱們還是看看臨近公投之前呢 他們拍的宣傳片 又讓我為歐洲的這個團結感動 你可以看一下 好 但是那个公投啊 是有它的不合理性 就像好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民主制度啊 51%的人 就决定了49%的人的 这个命运 这个是事先说好的 但是呢 要是你没有事先 这么一个接受 徐老师 你怎么去判断 它到底合理不合理 那让49%的来决定 51%的命运呢 那不是更不合理吗 合理不合理啊 我觉得啊 这是需要脱离出来 要看一个最后的结果 如果说是 它符合大众的利益了 那好 我们回过头来说 那它是合理的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又不可能 在时间线里面穿越呀 那怎么办 不能完全看后果 我们还必须 从程序上来讲 那公投还有一个 引起争论的事 因为美国啊 它没有联邦式的公投 当年德州啊 Texas啊 它原来是墨西哥的 结果它自己公投 要进入美国 美国就接收了 但是后来 美国有几个州 自己要公投 要脱离联邦 美国不准的 现在世界上比较引起争论 是因为公投 常常用来解决 国土归属问题 比方说挪威 原来是瑞典的一部分 结果挪威自己公投了 要脱离瑞典 那个时候瑞典 就非常理性 就说非常痛苦 但是我们承认你们脱离 英国现在就继承这个传统 你看苏格兰投 苏格兰决定要不要脱离英国 不是全英国投 是苏格兰投 现在伦敦就都要决定 脱英呢 包括他那个马岛争议也是 中国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 我们是一大家子 对不对 那其中有两个孙子 孙媳妇 他们要脱离我们家 你们两个人投票就行了吗 还不要我们一大家子都投吗 是中国文化 对不对 中国是这么一个逻辑 对 所以中国这个逻辑 按这个逻辑来讲 脱欧的问题 这全欧盟来投 对不对 哪能让你们投呢 56个民族 56多花 现在港台问题 不都是这样考虑的吗 我觉得 其实现在我们讨论 所有的这些问题 我甚至还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希望 或者幻想 我觉得也有点为之过早 为什么呢 毕竟没有进入程序 实际上这出戏 它会怎么发展 不知道 英国是不是脱定了 不知道 你的意思还会有第二次公投 不一定是第二次公投 不一定是非要用公投 来扭转这个时局的 本来这个政府 就没有说是绑定的 有这个法律义务 去执行公投的结果 我们不知道 下一届政府会做什么事 也不知道 国会 它会做出什么 你知道 人家现在都有人猜了 就说这个拖 要一发现拖不好 也可以变成那个拖 给你拖 就因为这里边有程序 现在欧盟的摆出来的态度 就是说 嗨 你要拖 赶快赶快赶紧的 你别催 但是这时候 英国说别急 别急 这事好多程序 而且这个里边 可以有很多 法律上面的 这个过程 但是甭管怎么说吧 这就是让人们看到一个苗头 过去的秩序 将要走向分崩离析 过去我们所习惯 听的道理 也许都要改一改 这个世界啊 真的是 你觉得在发生变化 就是这个东西 而且甚至于就说 你说的这不就是 我写的那篇文章里边的 那个 你再说说你那篇文章 你不是说你看了吗 我没看 你看我就 它已经用精细了 刚才我问的时候 你看了 突然看了 我就觉得不真诚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都说完了 是吧 就是这意思 我就觉得 而且现在就是 不同人之间 咱们都说全球话 好像我们越来越 互相理解了吧 可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感觉啊 现在是不同人之间 越来越不能说话了 我聊的天啊 你听不懂了 这个是更是一个 很奇特的一种 我觉得他们是 对西风压倒东风 缺乏性心态 以前德国 当西德把东德 并进来的时候 他充满了信心 就是说你们进来 你们穷 没关系 我们马上可以打造好 但是这也是大势所趋啊 喝酒必分 增酒必合 但是现在英国人觉得 他对东欧 他对东欧 真的一点信心 土耳其都炒得要进来 乌克兰都要进来 所以 搞不定 对 英国其实一直 我觉得他就是比较独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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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